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网项目所在嗨购网行商城 上次课呢,我们已经将订单的这样一个核对信息呢,显示到了界面上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将使用这个按钮来提交相关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最开始讲到下订单的时候呢,已经通过分析数据库 实现了Order Surface里边的功能 这功能我们其实已经提早就实现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将数据呢,从购物车或者从商品的详细页面呢 一步一步转到了订单的核对界面 那我们就需要呢,通过页面上的订单数据 以及呢,明细这个里边的数据呢,传到Action 由Action呢,把数据翻译成Order以及Order Details 然后再往Order Surface里边进行传递 那我现在就需要回到Order Action 这里有一个处理提交订单请求的方法 我就叫Submit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边呢,我们到底应该需要串什么样的数据 既然Surface需要有一个Order以及一个Order Details的List 那我们就应该准备这两个数据 好,Order呢 我先准备好 Order Details呢 这边已经有了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 Order Surface 然后我们只需要呢,调用Order Surface.add Order 只要有了这样一个调用呢 我们就可以将Order和Order Details呢 提及的数据扩理 好,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 那我呢,来仔细的看一下 哪些数据呢 我们需要从前台过来 哪些数据呢 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获取 首先呢,我产生一下Get Set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页面 页面呢,是叫Order Add 我们来看 这个里边呢,有一个表单 表单呢,叫Order Submitter 没有问题 接着里边有Order开头的这些表单框件名称的值 肯定也会封着到Order里边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呢,还有一个商品的一些信息呢 这边到没有相关的空间进行传递 所以呢,我们仍然使用之前的方式 我们呢,可以在每次循环的时候呢 加隐藏表单欲 它的名字呢,仍然使用呢 索引的方式 这边呢,我们就用表达式语言了 S.Index,从0开始的 固子id 它的值 当然就等于这个里边的固子id 接着数量呢也是类似的 好有了这两个隐藏表单语 它的名称呢 我们设计为带有所有的word details 这边呢还不能写错了 写错了等会呢肯定接收不到 好有了这两个表单空间呢 我们等会提交表单的时候 它就会将参数呢 传给word details 好那么word里边还有一个用户id呢 我们还得获取一下 获取完了我来设置一下 这个数据我们不从前台获取 我们直接通过action里边的session来进行获取 好最后呢 我将submeter来进行配置 好我们提交到order submeter 好这样呢我们还得回到application 来进行一个属性的注入 重新部署一下 好 退出一下 重新登录 好进到这个页面呢 其他的信息呢也没什么好选的 支付方式呢我们当然也可以给一个默认选中 接着如果我们点击确认无提交订单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一次测试呢到底能不能够成功 这边还有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的问题呢是跟数据库相关的 违反完整性约束 为止的负向关键字 那么错误呢比较明显 在明细表里边有两个外件 一个是订单的ID 一个是商品的ID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一段 这个里边的ID有了订单ID呢 来自于order.getID 我们这已经设置了order它的ID值 所以呢我们应该能够基本上判断出来 应该是商品ID没有传过来 那么商品ID呢是通过action传过来的 在我的details里边 我们再次检查一下页面 我们之前通过这传的gooseID和lumbers 这边应该有一个dollar 好我们呢回去 好刷新完了之后呢 我们检查一下 好这里就有ID 以及呢数量了 下一个循环产生的也有了 就在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其他的 这呢我们可以看到还少一些东西 好我们呢检查一下吧 防止呢我们有一些小的错误 导致呢后边数据获取不到 这边是address ID 这边是delivery type delivery time paytype 这样呢是word details 0 gooseID word details 0 numbers 这边应该没有用 接着应该还有一个总的金额 好我们呢 再回来改一下 我们把这改成 我的点 totmoney 好我们呢再次刷新一下页面 记得 我呢点击提交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页面呢就出现了 并且提示订单以提交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sql 语句 首先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inset into shop order 也就是先加了一条订单的数据 同时呢又可以看到这边增加了一条 数据呢到shop order detail 底下呢也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呢应该就已经增加到了数据困理 我们来看一下 一条订单信息 数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两条明细数据 好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数据呢 从前台传到了action里边 进而由action进行处理之后呢 把它封了成了一个order实体 以及一个order details的list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呢将数据 传到surface 然后由surface呢分别调用相关的DL方法 进行数据的增加 当然你也可以再去测一下呢 一个具体商品立即购卖 就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样的 不过呢他这个地方增加订单之后呢 应该只有一个明细 好我呢 你把这个提交一下 没问题 这边多了一个明细 这边应该多一条记录 好 那么通过这几次课呢 我们将订单呢 已经产生了 这个里边除了数据 需要大家能够理解 如何从页面传到action里边 那么也要注意 这一个小流程呢 设计到一个主通表的数据操作 我们现在呢将数据能够同时的增加进去 并且它是在一个数据那边 那我们后边呢 还要将它查询出来 这个数据传递的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在这里有多个数据的传递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从购物车里面下的另单之后呢 应该将购物车清空 这段呢 大家可以下去完成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用到了很多次 如果这个地方有多个商品ID 同时呢 对应的有多个商品数量 我们使用了一个带有中括号里边传索引的方式呢 来进行传值 这个呢 比普通的单个传值呢 更复杂 这也是Strax呢 帮我们简化的 获取界面上请求数据的一种方式 大家需要呢 去看懂 能够在开发里边呢 用会 好 那么有了下订单 那么再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支付了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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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